郡王可有消息传来 王妃您还是别等郡王了 郡王正忙着呢 郡王 皇上已经下旨 将秦国公子满门抄斩 我要去救外族王妃 喝了这碗堕胎药 您就可以去见他们了 王妃不好了 小姐 你给小姐喝了什么 青春 快 小姐 快 快 快去找倦我 快 可是 可是救我 夫人 夫人这是在找我吗 小姐 你这是 小姐 你怎么还没死 你怎么还没死 小姐 就是郡王无限秦国公府 同地叛国 但人吵架的也是他 尤其 不可能 我当初娶你 不过因你是秦国公的外孙女爸 不 这不是真的 如今 我已当上郡王 秦国公府 秦国公府 满门抄斩 而你 也可以去死了 不 我不相信 而且一切 我们的孩子 就要出生了呀 孩子 对 满门抄斩 那这孩子自然也是 小姐 小姐 你这 快 快去找我父亲 不妨告诉你 你那个爹 你巴不得你去死 你 别伤害 你怎样去 滚开 救 妹妹 救我 原来你们两个 沐雪柔 从小到大 我对你这么好 我什么都给你 你们母女 恭喜贱人 你娘 抢走了我娘 正是夫人的位置 而母 抢走了我的 嫡女 位置 你们母女 拥有的一切 我都要多走 难道我们不是 同一个娘吗 你的亲娘啊 扫在你的 吉尽礼上 就不 让死 你居然 愚蠢的 以为是意外 而且啊 你娘的 就是我们 动的手 子 你被捉奸在床 也是我和 郡王一起设计的 原来寿雅那日的事情 是你们策划的 我不喜欢你用这样的眼神 看出我 忽然来说 我定让你们万劫不复 小姐 你怎么了 难道我还没死 什么死不死的 过几日 就是贵妃的寿宴了 贵妃寿宴 你这个不知廉耻的东西 快快嫁了吧 这里是幕府 我真的重生 那这一世 搜影节目血手 我绝不会让你们得逞 小姐 贵妃娘娘的寿宴快到了 苏姨娘觅我给您送布匹 其他小姐选了吗 二小姐挑了桃红色的 三小姐和四小姐还没挑 我这迪初的大小姐都没选 反倒是二小姐先选 姑母 您真是越来越会做人做事了 留下蓝色的 小姐 怎么会这样 这要是用这个做衣服的话 岂不是编译拉就 苏姨娘的手段 真是越来越不如流了 清竹 我们走 小姐 那边好像是宋大人 我们还是相遇了 做一切 你怎么还没死呢 你看这衣服好看吗 真好看 小姐穿着去寿宴 就是连公主都比不上呢 不好意思啊 原来是宋大人 我还以为是哪个不要脸的砸碎呢 我也是看婉西姑娘 重于这条裙子 为兄想要送予你 宋大人的礼物我可不敢要 她是要万劫不付 若想成为郡王 娶她 不比娶那慕雪柔强多了 夫人请过目 上那慕 接下到宋亲王府 可真是便宜 她那小献蹄子了 夫人 这礼单上的礼物 还满意吗 甚好 甚好 这么名贵的金钗 也只有夫人配的事 贵妃寿宴那天 还请夫人多帮帮忙 宋大人有心了 本夫人 一定尽力促成此事 有劳夫人了 到时候就让那小贱蹄子 失了身 让她不嫁也得嫁 宋英杰 那聘礼是怎么回事 柔儿妹妹 我正要和你解释呢 我的心里 当然只有你 那和家父被碰 你放心 我一定会娶你的 等我利用她成为巨王后 定会修了她 可是 柔儿妹妹 一定要相信我 而且接下来的计划 她还需要你 还需要你当众 好 宋英杰哥哥 我信你 但是你要答应我一个条件 等这一切结束以后 沐婉溪要交友我 慢慢指望 婉溪见过人吗 她就什么婉溪 婉溪 公公租贵妃娘娘先修 大家都坐下吧 柔儿 本宫今日开心 你给本宫 献上一曲吧 贵妃娘娘 柔儿的手 还未痊愈 不如让 姐姐替我 沐婉溪 上一世 你到底是如何 对我下手的 让姐姐去我 也好 那婉溪先丑了 沐雪柔怎么会把 献取的机会 主动让给我 二弟 不妨将此女 那了 太子说笑了 就凭你们俩 一会儿就让你笑不出来 姐姐太棒了 妹妹敬你一杯吧 姐姐太棒了 妹妹敬你一杯吧 原来上一世 就是喝了这杯酒 我才 姐姐 姐姐 妹妹 妹妹你没事吧 无妨无妨 姐姐先喝了这杯酒吧 好 姐姐姐 姐姐刚表演的太棒了 什么时候会弹这么好听的曲子了 姐姐你怎么了 我感觉 我感觉我的头有点痛 那要不我先送姐姐去偏店休息 沐浑西果然是傻子 不过这药效发作的确实有点快 小狐狸 沐浑西果然是傻子 你就等着身败名裂吧 大姐姐先休息吧 妹妹去换件衣服 沐雪柔 上一世你是怎么对我的 这一世我要你怎么还回来 等一下 皇宫大院 你以为他们这样会相信你吗 王爷 沐浑西 你还是太心慈手软了 请王爷明示 求本王 本王可以帮你 老天让我重生才有了复仇的机会 可容不得我半点失误 还求王爷相助 沐浑妹妹 今晚你注定成为我的人 到时候 秦国公府就是我的助力 怎么这么热 沐浑妹妹 我来了 你可看清楚了 奴婢看到大小姐和一名男子鬼鬼祟祟的进了这个房间 敢在本宫的店中行苟且之事 来人 闯门 哲 怎么大家都在这里啊 床上何人 宋英杰 你这个禽兽 怎么能对柔儿妹妹做出这种事 怎么会是沐雪柔 可怜的柔儿妹妹还没有鸡鸡呢 我 我只是碰巧路过 宋英杰 你就是色急 也不能在贵妃的景宫行如此龌龊之事啊 宋英杰 我真是看错你了 你让我叫柔儿怎么活啊 三弟 这是你来助理吧 柔儿 醒醒啊 柔儿 柔儿 柔儿这是怎么了 你这个一关禽兽 回我而清白 我定要让相爷在皇上面前参你一半 这不是我做的 您就饶了我吧 无人清白者 按律当额头赐银子 流放三千 我要告诉父王 你虽贵为王爷 也不能草山定罪于我 流放 那可不行 我要看他和沐雪柔 一起步入深渊 谁啊 竟敢泼本小姐水 娘 娘 我都多好晕 你的清白 被宋英解给 我的 不应该是那么晚些 是你 你偷换了我的酒 酒 什么酒 妹妹倒是说说 是你害了柔儿 当时可只有你们两个在这里的 宋英娘 当时柔儿妹妹在屏风后面换衣服 我是觉得头晕才出去透透气 不是这样的 娘 不是这样的 娘 替我做主啊 不是这样的 自从上次见到大小姐 就对大小姐一见情形 非大小姐不娶 绝无二心 是吗 宋大人 这么说 对我妹妹可真是不公 还真是卧槽 糟蹋了牧家二小姐 还要毁牧家大小姐情 事到如今 她也只能娶了这个庶女才能脱身了 我会拿她为妾的 这样总行了吧 妾 谁要送你的妾 见过瑞王 可喜欢本王昨日送你的礼物 自然是万分感谢 只是王爷为何要帮我 你和本王是一类人 不如和本王联手 那王爷想要什么 时机到了 本王自会告诉你 跪下 我和娘亲 闭嘴 加法处置 相爷 柔儿就伤未愈 你这是要她的命啊 别被饶命啊 相爷你饶了饶儿吧 牧伯远 当年我可是差点被你活活打死 牧伯远 当年我可是差点被你活活打死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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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愿意 跟宋一姐 她愿意娶我 让你 你饶命啊 宋一姐答应娶我为妻 牧雪柔 你该不会真的以为你能当上郡王妃 相爷 你就看在柔儿这位出生的弟弟面子上 饶了他这一回吧 事已至此 看宋王如何补偿我牧家的 反正女儿都是赔钱货 早晚又出嫁的 伤到我的儿子 可就不好了 爹爹 难道你不在乎外人这么看吗 反正别人只知道 那宋家送过聘礼 又没说娶哪个 就这样吧 礼带淘江 才能保住我牧府的颜面 就是就是 还是想也想的周券 果然一如既往的偏心 娘 那沐婉希越来越嚣张了 明天她就要急急了 娘快想想办法吧 到时候 她娘再生个儿子出来 以后我们想翻身都难了 那就让她生不出来 娘有办法了 我已经交代郭嬷嬷了 到时候集集礼上 我要她们母女三人 一起下荒圈 不 娘 明明就是那沐婉希 渴死了生母 和未出生的小公子 大小姐好好休息 前世 就是你们在这四线上动了手脚 让我成为众人的笑柄 娘亲也在集集里的那场大火中 汐儿 而且啊 你娘的死 就是我们动的手脚 这一次 我也不会让你们好过 劳烦静娘 这线 名叫鸳鸯线 在油灯下 可以散发出奇异的光彩 极为难得 可惜 泡了药水 已经毁了 姑娘从何处得来这线 这人分明是想害人呢 我知道她想害我 可我不得不用 静娘可否帮我 姑娘得罪了人 霓裳革不想插手 姑娘请回吧 银波碧烟 笼翠玉滴 霓裳革又怎会有这皇宫才有的茶 姑娘 这是我帮了 本王倒是好奇 明日你要如何应对 小姐你可算回来了 还没急急 怎么能乱跑呢 小姐快走吧 不然相爷会怪罪我们的 上医师就是你背叛了 来人 把这个以下犯上的奴婢拖出去 算是他 小姐将来仍若好欺负 怎么突然敢打我了 小姐 奴婢只是担心小姐去晚了 相爷会怪罪 所以才推了小姐一把 请小姐输罪 我最不能接受的 就是背叛 她是已经知道 我和苏姨娘串通了 我听说 你老家还有个弟弟是吗 小姐 奴婢弟弟还年幼 求小姐放过 我已经请人去接她了 你是个聪明人 我想你应该知道该怎么做 我女儿真漂亮 这簪子都配不上你了 霓裳阁前来送礼 特挑选了一副簪子 希望木姑娘不要嫌弃 这太贵重了 告辞 多谢锦娘 娘 娘 你在哪 芯儿还在里面呢 芯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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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绝不会让悲剧重演 恭喜啊 好了 放心 恭喜 听说木戴小姐的女红极好 那我们可要见识一下了 那就快来欣赏一下我们大小姐的绣品吧 苏姨娘还真是迫不及待 那么就如你所愿吧 瑞王大驾光临 有失远迎 瑞王来了 天哪 木小姐是怎么做到的 简直是巧夺天工呢 又已经撒好了 各位各位 各位各位 你们看到的只是其中的一个亮点 这里面呢 还另有妙处 哦 还有什么妙处啊 来人 准备油灯 怎么回事 木婉西的刺绣 为什么没有变脏 真是奇妙啊 真是奇妙啊 给我看看 来 我来看看 我也想看看 我也想看看 别急我 让我开 真过了 蓉儿别慌 记得完成我们的计划 来人呢 走水了 走水了 快来人呢 快来人呢 走 锡儿 锡儿 这一事 我绝不会让你们得逞 姐姐你怎么才来呀 锡儿还在里面 快点快 锡儿 过上去啊 来 快 人儿怎么还没出来 就是啊 夫人别去 小姐自有安排 今晚你不用陪着我 看好夫人 别让她出门 看到木婉西了吗 没有 姐姐 木婉西这个建制人 哪儿去了 姐姐 啊 啊 阿 啊 送了 任儿 莫婉西 沐小姐头上的伤口没有大碍 只是 只是什么 快说 毕竟头不受刺 沐小姐何时醒来 我也说不准 相爷 相爷 柔儿上的好众 你快让玉衣去看看她吧 你说什么 玉衣 快去看看我的二女儿吧 慕丞相 这本王请来的玉衣 什么时候由你来支配呢 瑞王 我求求您了 你让玉衣去看看柔儿吧 他们姐妹素来交好 若是玉衣知道您见死不救 肯定会怪罪您的 是瑞王救的我 哦 我倒是要看看 玉衣醒来的时候 到底会不会怪本王 传闻瑞王性格古怪 果真如此 汐儿 你快醒醒 柔儿的命快就在你手里了 汐儿 可要伤到肚子里的孩子 妹妹受伤了 这可如何是好啊 莫儿小姐的手腕被烧坏了 必须要把这些腐肉刮掉 但是刮肉之痛 就算是男子 也没几个人能承受得了 我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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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乖 那 有劳太医了 女人的手啊 跟脸一样重要 爱 娘 你今日所受之罪 娘一定不会善罢根休的 我没想 好痛 如何 这个见面礼可爱喜欢 多谢王爷 我是说你妹妹的手 并不需要挂热 请主 小姐 您在秦国公府 可听到过外祖父谈论过瑞王殿下 瑞王 奴婢只听闻 那瑞王殿下的母妃萧贵妃 曾宠关六宫 谁知意外生死 之后便被皇上送出了宫 身世也算可怜 这么说来 她性格凶残性也是正常 只是 她为什么要帮我呢 嗨 千许是她看上我们家小姐了 你少胡说 父亲真是多次一举 还让姐姐配我出来悬马 前世的记忆里怎么没有悬马这件事 难道一切都改变了 这马儿还得提上才知道好坏 可这手 要不姐姐替我骑上看看吧 可我不会骑马 可以学嘛 京城的女子哪有不会骑马的 可会被人笑话 嗯 姐姐快去吧 记得身子前倾 屈膝 你在火里伤了我的手 今日我就废你一条腿 她不是不会骑马吗 既然如此 马儿马儿 你去把我送分大礼吧 我被你投往 我的腿好转 我的腿不会瘪了吧 不会的 娘一定会请最好的大夫治好你的 既然沐雪柔那么想成为一个瘸子 就彻底成为一个瘸子吧 主子 这么做是不是有点太狠了 你在教我做事啊 我这就去安排大夫 小姐 人找到了 大小姐 是苏一年和二小姐要我这么做的 他们想要马受到惊吓 踩端您的腿 我没想到你还会背叛我 看来你是真的不在意你弟弟的死活 大小姐 对不起 我不该相信苏一娘的 只要你肯放了我弟弟 我什么都愿意为你做 是吗 好了 够他死的 大小姐 你行行好 我想活着 我愿意为你做牛做马 绝无二心 那就把你知道的都告诉我 如果有半分虚言 两个时辰内 你就会吐血身亡 你可以好好想想 我知道一个天大的秘密 我知道一个天大的秘密 苏一娘没有怀孕 苏一娘没有怀孕 苏一娘是假怀孕 那前世她的孩子是从哪里来的 苏一娘还在你的饮食里动了手脚 长期吃下去 大小姐你恐怕难以孕育子嗣 我希望从此以后 不要让我再看到你了 可是那毒药 那碗汤根本就没有毒 小姐 绣和礼府后就不知去向了 我们放过他 不代表别人也会放过他 老李 怎么停下了 他死了 青春 你快去国公府求救 不行 小姐 我不能丢下你 这是唯一的机会 快走 小姐 站住 别跑 快拦住他 站住 别让他跑了 给我追 我的仇还没报 我怎么能这时候死 救我 救我 殿下 似乎有人在求救 不用理会 进宫要紧 是 我殿下 趁你遭怨一杀 还请任王殿下 再趁你一程 沐婉西 停车 根本王 爹 相似相思 村女 求本王 尽身 虎之 从何而起 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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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寒 却叫 负自己 才觉得你有些能耐 怎么就把自己考得这么狼狈 杀了吧 我让你 是苏姨娘指使的 杀一留一 小姐别乱动 小心伤口 是你救的我 是瑞王把你啊抱回来的 这里啊是瑞王府 所以霓裳阁是瑞王的 现在什么时辰了 床校府有没有来人 没有 时辰还早 小姐再睡一会儿吧 果然是我的好父亲 女儿一夜未归 竟也毫不关心 可否通传王爷 我想见见他 好的 小姐请稍等 臣女多谢王爷相救 恳请王爷 送婉希回相府 可以 求本王 你这臭瑞王 求你大爷 你在心里骂吧 婉希不敢 是不敢 但不是没有 你说本王将你囚禁在瑞王府 谁敢来救你 瑞王殿下 恐怕您没这个权利 求本王 也不可惜 也不可惜 交换我余生所有 王爷 您不要强人所难 这就对了 小小年纪 整日戴着一副面具 多累 王爷是什么意思 我还先听不懂 你放心 本王会派人 悄悄把你送回相府 不会有人胜账 那多谢瑞王 记住 这是你欠本王的 这瑞王到底想要什么 小姐你没事吧 瑞王的人拦住我 是会把你平安带回来的 小点声 我没事 别惊动别 相爷 听说那莫文西彻夜不归 姑娘家 这么不安分 看我不好好收拾她 不可以进去 小姐正在休息 我看她压根不在 大小姐起码是受了伤 到现在还没好 怎么可能彻夜不归 爹 你怎么来了 你不是说她没回来吗 我也是听下人说的 其实 瑞儿昨天曾短暂离府 去找过我的丫鬟秀和 也不知她还活着没有 为了个丫鬟离府 这丫鬟是怎么回事 听说是那秀和刺伤了马 差点害大小姐摔下马受伤 奴婢猜 她是怕事情败露 这才逃走了吧 是吗 那 好了好了 一点大家闺秀的样子都没有 大家都散了吧 主子 穆小姐已经平安回府了 需要我继续跟着吗 她可不是个软狮子 王爷这么关心穆小姐 是皇上又催婚了吗 你多嘴了 是 锐王 你怎么来了 本王可不是特意来的 最近坊间传言 有一名大盗 我是为了缉拿此人 不小心迷路到此 迷路竟然也能迷路到我的门外 你这是什么态度 王爷是夜闯我规格 你想让我什么态度 难不成要说 王爷 您可算来了 奴家可等你好久了 再说一次 刚刚的话 再说一次 王爷 我看外面这天色也不早了 您要是没什么事的话 就赶紧回吧 本王有 本王就是来告诉你 既然咱们联手了 有什么需要的 随时找本王 莫名其妙 真是莫名其妙 庆祝 今天出几了 今天出八了 出八了 今晚去给我捡个男人 捡个男人 小姐 我感觉你变了很多 我只是吸取过往教训罢了 什么教训啊 有人追杀你 我可以救你 适合我们做个交易如何 胆子挺大 知道小爷我是谁吗 不知道 但能引得那么多官兵出动 想必也不是普通人 你倒是聪明 前世 他因偷到宫中密宝 被大内侍为重伤 是我救了他 他本想报答救命之恩 但却因为木血肉 最终害得他密造荒泉 向来 也是我对不起的 小美人 一直盯着我看干嘛 是不是对我一见钟情了 对啊 那你要与身相许吗 我看你可不像是个 大家闺小 你就不怕我是坏人 你是不是坏人 这不重要 重要的是 你的命可是我救的了 我的命 你可要不起 我不要你的命 我要你替我吩咐三年 三年之后 我便还你自由 成家 主子 你头上好像长草了 什么 木小姐带了一个男人 回相府了 还 还金屋残酥 一个未出格的女子 怎敢随意把男子 藏进屋子里 那人可不单单是男子 还是皇城侍卫 要缉拿的大盗 小美人 说吧 需要我冷于飞 帮你做什么事情 大概就是 杀人放火 家赃陷害 偷闲人杀吧 小美人 你是在跟我开玩笑吧 我没跟你开玩笑 你要不是这样的人 我干嘛救你 真是个不讨喜的小丫头 王爷 您怎么来了 怎么 我不能来 我有点失血过多 先去睡了 本王不介意你一睡不醒 这屋子里有点闷 我出去透口气 他是谁 我的人 你要用人 本王可以送你 非要用一个来路不明的人 王爷 你是在吃醋吗 开玩笑 本王怎么可能吃醋 本王只是觉得 他影响我们的联手计划 我才不愿意 参与什么计划呢 再偷听 我不介意把你抓进牢里 就你偷那些东西 够你死几回的了 不听了不听了 走得远远的 去 这个小贱人 现在攀升锐望 以后在外面啊 不要轻易动他 不过那宋英杰 有可能当上郡王 女儿你嫁过去啊 也算是门当户对了 当个郡王妃 倒也不错 宋英杰 你为何安排我住在厕房 区区一个数年 还想到未来的郡王妃 若不是苏贵妃是你姨娘 你都不配进宋府 你个混蛋 沐雪柔 你好自为之吧 你竟敢打我 你竟敢打我 香炉里点了迷香 本宫大要看一看 这次还能往哪儿跑 我可是很期待呢 这一次 我可要好好看看 他求饶的模样 你不会是真看上他了吧 娘娘 你是知道的 我心里只有你一个 我对他没有感情 我只是利用他 得到秦国功夫的势力 这才出自下策 本宫 自然是知道的 对了小姐 二小姐的小日子 有两个月没来了 昨夜她偷偷让丫头 去府外抓药 居然是催情药 刚怀了孕 还想着闯子之事 看来这沐雪柔 是担心把握不住宋英杰 沐小姐 苏贵妃请您进宫一件 公公 没有传错口语吧 沐大小姐说笑了 奴才就算有天大的胆子 也不敢假传口语啊 贵妃娘娘说 跟相府大小姐有缘 很是喜欢 所以照沐大小姐进宫 陪她说说话而已 公公 贵妃娘娘到底有什么事 奴才也不知情啊 别让贵妃娘娘久等了 臣女参见娘娘 快坐下吧 婉西啊 这是圣上赐给本宫的 云山雾峰 清香可口 回味甘醇 你快尝尝 多谢贵妃娘娘 婉西啊 近来你都在家中 做些什么呢 平时做做刺绣 看一下女子读的书籍 哦 都看些什么书呢 毕竟是此 还好本宫留了一手 点了迷香 本宫想要算计的人 还没有谁逃得出去 来人啊 去喊宋英杰过来 这次务必让这个小贱妇 失身 去喊宋英杰 宋英杰 宋英杰居然跟苏贵妃有勾结 该死 竟然还是找了当 我必须要保持清醒 王爷 想要我命的 糟了 得赶紧去找人 要不然娘娘非得杀了我 别住手 好吧 出国 连个人都看不住 找 决第三尺要把人给我找出来 若是他重要的模样 出现在不该出现的人面前 你就糟了 折 怎么 是担心他被别人抢了去 还是舍不得倒嘴的鸭子飞了 现在去找 被别人发现 不就是告诉别人 是本宫洞的手脚吗 还是你真的看上他 昏了头吧 娘娘 我心里可只有你 对啊 王爷 别动 这也是 这是药王特制的冷云烟 可见你体内中的毒 残弱反省 每一个 王爷 怎么包好在宫里 听安慰说 你被贵妃带走就过来了 遇到困难 怎么不第一时间找我呢 我还 不习惯有人帮助我 那你从现在开始 习惯一下吧 不想 不念 不听 心也不再 地老 等天荒 王爷 你脸色好差 没事吧 我没事 上一世 最后是四皇子 坐上皇位 他上位后 第一个要铲除的 就是林依晨 王爷 你有没有想过 那个位置 没有 本王不想变成一个 薄清寡义 不顾所爱之人 生死的男人 他居然没有 那个想法 林依晨就是在我出家的 第二年死的 也就是明年 王爷 小心四皇子 为什么 你若相信我 就不要问 到时候自然就知道了 你好好休息 晚些 我让锦娘送你回去 嗯 主子 你身上有寒毒 不能用那冷云烟的 你为何还 锦娘 你不懂 主子 您不会真喜欢上穆小姐了吧 如样府冷清许久了 多个女主人 似乎也不错 可 穆小姐会同意吗 她身份特殊 娶了她 日后必定少不了麻烦 本王还会怕麻烦吗 是 那主子好好休息 我先退下了 娘亲快要生了 你今日去趟秦国公府 要些侍卫来保护娘亲 小姐 有谁敢在咱们丞相府闹事啊 苏怡娘一直都想铲除我们母女 不过 她如今被关了禁闭 应该没什么事 娘 娘 我去死 娘 你没事吧 不要 不要 汐儿 汐儿 王爷 你怎么又来了 您近日找我有些平凡 这会被人说闲话的 谁敢 大不了本王把你娶了 你说什么 没什么 你做噩梦了 我梦见我娘 怕是苏怡娘 还会有其他动作 要让他们无暇顾进母亲才行 娘 你还活着太好了 我带你离开 我们走吧 汐儿在胡说什么 你一个未急急的姑娘 带着我这怀着身孕的妇人 我们能去哪儿啊 我们去秦国公府 我们去找外祖父 跟你说过多少次 在幕府 你一定要谨言慎行 沐安心 昨晚只是个梦 你还是要按计划行事 布姐姐 夫人 这是您这个月的月钱 怎么这么点 我看夫人族不出户 用不了这么多钱 你能克扣我娘的月钱 这些也是够我用的 娘 哼 为了能让母亲 平安生死 苏怡娘和牧学生 我不得不住 这是新晋的货 也是唯一一块 不过 已经被穆家大小姐预定 预定了又如何 这天底下 还有本郡王妃 买不到的东西 这么好的布料 给了这贱女人 岂不是可惜了 我确实要这布料有钥匙 妹妹再看看其他的 如果有喜欢的 姐姐都可以送你 哎呦 好大的口气 还都可以送我 攀上了瑞王 就是了不起 还不知道是用了什么 狐媚手段 爬上了瑞王的窗 这不多少钱 只要我喜欢 我家夫君可以出双倍 这么好看的布料 当然是更陪我婉欣妹妹 你一个妾室 怎该用如此珍贵的布料 来 婉欣妹妹 我一兄送你 送你姐你疯了吗 竟然送这件女人东西 滚开 我心你这个狐狸精 住手 这是你产阁特制的布料 婉欣特意买来送给夫人 汐儿 汐儿有心了 你这脸上的伤 无碍 原本汐儿是给夫人定了霓裳阁 最贵的布料 但非要有人跟婉欣抢 婉欣没抢过 这才被剪刀伤到了 汐儿 你真太懂事了 谁要这么霸道无礼 我定会为你做出 姐姐的伤还没好 就来我们送往府 是想让我昨天抢到的那块布吗 原来跟我们抢布料的 是你这种贱蹄子 原来跟我们抢布料的 是你这种贱蹄子 一个树出 有什么可照耀的 妹妹 我昨日都说了 我是真的有要事 被教养的东西 禁给我送往府丢人 来人哪 把这个贱蹄子给我关起来 没有我的允许 不准他再出家门 眼下 慕雪柔被关了禁闭 一时半会儿 应该也掀不写什么风了 纠察苏英 晚兴妹妹 你怎么来府上了 晚兴妹妹 双课好了 宋大人如今是我妹夫 还请注意分寸 那不会是吃醋了吧 我这么觉得晚兴妹妹 心中还是有我 我得想个法子 柔儿 你脸怎么了 是宗英杰大的 他们还关了我禁闭 我是逃出来的 你受委屈了 都是慕雪那个贱人害的 我前几日 让你去青云灌球的符咒呢 夫人 在这儿呢 你们这是要做什么 我们要把这儿 放在慕雪房里 只要老爷看到这符咒 一定以为沐岸心 因为忌憾他 要他顿子绝孙 到时候老爷 还能放过他吗 还得是娘啊 一天也不专业 走开 走开 你走开 还不要估计我儿子 说什么梦话 老爷 我刚才梦到 有恶鬼 要吃掉我们的儿子 我最近啊 总心神不宁的 要不然 改日请个道士 来家做场法事吧 好好 依你 都依你 而夫人 今日是否 心绪难凝啊 大师 你可真神 我家夫人最近 不是噩梦 就是幻觉 就像中了邪一般 不是中邪 而是被人 下了诅咒 相爷 大师的意思是 我府上 有邪祟之物 嗯 相爷 怎么办呢 这我 管府中之气 邪祟之物 应该在西小房啊 那不是大小姐的房间吗 你到底藏哪儿了 我就藏在这屋里面 怎么找不到了呀 你我二人都有身孕 娘 为何那邪物 只缠着你 却不缠着我 或许 那邪物在 书女娘的房里 不可能 老爷 既然汐儿的房间里 查不出什么 咱们莫府那么多房间 都查一查 那先从苏一娘屋里查起 老爷 都看看 都看看 找到了 找到了 老爷找到了 老爷 是有人要害孩子吗 您就从苏一娘屋里查起 小燕 怎么能如此怠惰 沐丞相断子绝缩 沐夫人一时两命 沐婉西不得好死 这 孙女娘 我没想到 你和我们母女竟恨到如此低谱 这我也就算了 居然是我娘 还未出生的弟弟 苏萍 我知道你向来心比天高 喜欢权势 我看在孩子的份上一直忍让 没想到你竟然如此过分 相爷 我肚子里的孩子 可是相府的血脉 可他肚子里的孩子 更是同胞兄弟 他怎么可以如此狠毒 相爷 我没有啊相爷 夫人 别怕 有我在 孩子不会有事的 尔夫人 奴婢该死 奴婢有罪 是奴婢记恨他们 才遭了这个福 你这个贱奴 老爷 是我管家不严 我没有想过要害你和夫人 老爷 你就看在我肚子里孩子的份上 饶过我这一回吧 也是不能伤了肚子里的孩子 爹爹 你一定要为我和我娘做主啊 不然 外祖父要是知道了 要彻查此事 爹爹面上也无光啊 来人 把这个老奴给我拖下去 打个卖死 休得再提 姑母哪有这么大的胆子 你分明 今天处置了郭嬷嬷 也算是卸掉了苏姨娘的一条胳膊了 这样还要多感谢你 嗨 我只是觉得用符咒害人 他们这手段也太拙劣了吧 苏姨娘是眼看她肚子里的孩子瞒不住了 想见我的手脱身罢了 既然你知道那苏姨娘的肚子是假的 何不直接拆穿她呀 我们现在没有证据 一个不小心就会被她反咬一口 唉 你也是真够惨的 这丞相府上上下下 除了你和你娘亲 就没个好人 所以啊 你这个大好人 再帮我一件事呗 小姐 夫人的预产期要到了 嗯 怕是苏姨娘还会有其他动作 要让他们无暇顾忌母亲才行 沐雪柔最近可还安分 二小姐一直待在屋内 不吵不闹 也没让丫鬟偷偷去买催情药了 看来 她也怕自己的孩子受不了 把沐雪柔怀孕的消息告诉父亲吧 是 相言 二小姐的孩子是保住了 但因小姐服用了过量催情药 孩子是否健全 老夫不敢断言 哼 催情药 苏英杰真是个混蛋 哎呀 苏姨娘 您可要小心肚子里的孩子呀 哼 听说这是二小姐的主意 苏平 这就是你教出来的女儿 不知廉耻的银当货色 哼 默契 一定是你设的圈套 苏英娘 你这可说错了 这要是我做的 结果可不止这样 如果你不想感受的话 最好还是安分一些 你 看来 只能靠这个孩子了 小美人 怎么 孩子找到了 哎 此事不简单啊 不过 要是有报酬 那就铃铛别论了 我那妹妹怕是没人要了 送给你 算了吧 那女人谁会喜欢啊 不过 小美人 我觉得你不错 你把你自己送给我怎么样 我喜欢 什么 冷于非说喜欢她 去把她给我抓过来 是 你 以后离穆婉西原理 不可能 我都欠了卖身器了 我帮她三年 她还我自由 卖身器 对啊 她救了我的性命 要我替她做三件事情 以后穆婉西做什么 你都要告诉本王 不可能 我冷于非虽然是个贼 但做事也是有底线的 要我出卖穆婉西 不可能 本王不会伤害穆婉西的 那也不行 穆婉西以后要做什么 不需要你 本王的女人 有本王替她做 只依靠本王就行了 王爷的女人 对 穆婉西跟我有了肌肤之情 王爷 本王自然是会管的 你是在跟我说笑的吗 你看本王像是在说笑吗 我看你就是图蒙不轨 跟那个宋英杰一样 就是要得到 秦国公府的支持 本王从来不需要靠女人 我只想知道 你要不要和本王合作 一起来帮本王的女人 我凭什么相信你啊 凭你是大内侍卫要找的贼 而我 是三皇子 行吧 成交 那你告诉本王 他下一步要做什么 他想要找到一个孩子 还有 还有 去找宋英杰 王爷 宋天王府传出谣言 只要宋英杰娶了穆家大小姐 就封她为俊武 此人为了俊王之位 肯定会对穆小姐下手 今晚不许宋英杰出宋府 如果她出来 就给我弄一头 还有 想办法拦住穆婉琪 是 等等 还是本王亲自去吧 最后的 最后的最后 最后最后找我有些平凡 怕是要被人说闲话 本王来找自己喜欢的女人 有谁敢说 你喜欢我 本王 你个傻丫头 本王好歹是个将军 需要你替我挡尖吗 你不是说了要联手吗 那我也不能袖手旁观呀 你倒是听讲义气的呀 王爷 你说的要联手 是什么意思啊 现在可以告诉我了吧 就是和你联手的意思 王爷 你是在跟我表白吗 本王还需要表白吗 本王只想知道 你愿不愿意做本王的女人 那做王爷的女人 有什么好处呢 好处就是 王爷怎么这么黏人 这才半日未见 本王是有要事要和你说 那日你在宫中遇险 锦娘恰好撞见苏贵妃 与宋英杰枸杞 宋英杰和苏贵妃 这可是个重要消息 既然如此 那我先告辞了 别走 王爷还有事 你这个女人 怎么这么不解风气 这样可以吗 本王觉得还不够 哎 娘娘 木府木大小姐前来求见 他竟敢来找本宫 他有几个人啊 娘娘 他就一个人 还带了一匣子珠宝 看样子 他是想跟娘娘服软了 倒还有点胆色 竟敢一个人来求见本宫 你且传他进殿 本宫倒要看看 他能说些什么 陈女见过贵妃娘娘 娘娘万福吉安 莫小姐上次不告而别 是在怪本宫 没有招待好你吗 陈女 上次身体忽然不适 提前告退 还请娘娘恕罪 莫小姐 其实身体不适 那里应好好休养 来 快坐下 真是恶心 明明是你害的我 还装作一副 虚寒问暖的样子 来 喝茶 看你这次 还有没有胆子喝 早就听闻 娘娘深爱养生知道 不知道娘娘 可有调理眼睛的方子呢 前几日 看到宋大人 跟一女子 在这里拉拉扯 放肆 本宫的后院 怎可能有除 圣上以外的男子来过 今日换了眼疾 那女子身形 与娘娘有气氛相似 不知道是看错 还是没看错呢 你敢威胁本宫 臣女不敢 今日来 是想有要事要求娘娘 说 我二妹在宫中淫乱 已是穆家弃子 我娘亲不日就要生产 太医说了是个男孩 如此一来 就是穆家的嫡长子 这样一来 苏姨娘母女 根本翻不了身 就算她是生了儿子 她也不一定 赢得过我娘亲 娘娘 何不与我联手 而且我背后 还有秦国公府 穆小姐果然聪慧过人 你需要我如何支持 臣女只是希望 穆府无论发生什么 娘娘须知 明哲保身的重要 你真是像极了 本宫年轻的时候 本宫愿意助你 多谢娘娘 娘 以后你的一日三餐 都有我来准备 其他什么都不许吃 你呀 也太过小心了吧 小心使得万年传 行 都医你 小姐 不好了 你快去看看锐王吧 王爷怎么样了 他没事吧 王爷体内一直有寒毒 之前一直靠 药王的银针压制着 可能是因为 之前用了冷云烟 又发了王爷体内的寒毒 照这样下去 王爷怕是活不过一个月了 一个月 怎么会 在上一世 王爷可是第二年才 是因为我改变了 事情的发展 你去休息会儿吧 我没事 我不累 我会一直陪着你的 夕儿 你真心待我 此生绝对不会负你 前一世 我一无所有 今生所有真心待我的人 我都会好好珍惜 林依辰 我不会让你死的 要我 锐王的毒药 怎么才能解啊 锐王 锐王 姑娘 方便老朽 给你把个脉吗 前世音 今生果 姑娘 你这脉象 可不寻常呢 看来 也只有姑娘 才能解王爷的毒了 怎么才能解毒 只要能救他 我什么都可以做 主要的是 你的一碗心头血 姑娘 你可要想好了 到时候 那个臭小子醒了 我就怕你倒下 我已经是死过一次的人了 这点算什么 再说 锐王带我如何 我心里知道 一碗心头血 能救他的命 值了 还好这一世 你已来了 汐儿 汐儿呢 他累了 去休息了 王爷采服了解药 不可乱动 药王不是说 此毒无药可见吗 王爷遇到了个特别的人 莫婉希 他做了什么 是莫姑娘 用心头血 换了你一命 什么 他在哪 快点本王去见他 你才敢去 本王心爱之人的心 莫姑娘 又怎舍得 看心爱之人死去 我还想牵你的手 满旋 王爷 莫婉希 你爱本王吗 你花败 做本王的王妃吧 无一回眸 莫想人 照应 尽过 有一张 花梅 相守 有一度 顺 姐姐又要出府啊 身为相府嫡女 经常出去抛头露面 也不怕有损相府的名声 相府的名声 怕是早被妹妹 败怪光了吧 你 希儿 我想你和柔尔之间 应该是有误会 我们之间没有任何误会 只有冲 如果我娶的是她 那该有多好 父亲 姐 都怪你 若不是宫中那时 希儿怎么会讨厌我 瑞王 对希儿有意啊 本王是要迎娶希儿 这是瑞王准备的聘礼簿 请丞相过目 如果能搭上瑞王这条船 这买卖可太划算了 不是说好 这件事缓缓再说吗 怎么就拿着聘礼来提亲了 我是怕苏姨娘她们找你麻烦 她们不安分 她们不找我的麻烦 才奇了怪了 要不 我让安卫把她们都杀了 省得让你受伤 你呀 寒毒才青 还是要好好休息吧 我受不受伤 跟娶妻没关系 王爷的心意 王爷的心意 昔而明白 只不过 现在还不是时候 苏萍 穆雪柔 还有那个穆伯远 他们一日不出 我便无法爱你 你放心 有我在 你就大胆去做吧 孩子找到了 在那个相府竹园中藏着呢 找到了就行 小姐 夫人要生了 夫人 加把劲啊 快了快了 加把劲啊 清楚 他们进去多久了 两个是生了 小姐 怎么这么久 还不出来 听夫人说 以前生小血的时候 也是生了一夜 才生出来 哎呀 相爷 女人家生孩子 男子则好靠近 且知道爷着急 特意熬了莲子羹 给你下下火 这 快喝 主子 你已经站了许久了 要不先歇歇吧 不碍事 那个姓苏的女人 有动作了吗 刚才端了一碗莲子羹 进木城巷屋子里了 大小姐 是个少爷 母子平安 太好了 黎默默 你照顾母亲跟弟弟 我去长父亲 好 好 哎呀 真好 真好 看好了 别让任何人进来 自己夫人生长 你倒是睡得香甜 真不配为人父 为人分 爹爹 爹爹 娘亲给你生了个儿子 爹爹 你快出来 娘亲给我生了个弟弟 爹爹 大小姐 相爷睡了 还请您不要吵了 你敢这么跟本小姐说话 我不是以为苏姨娘当的家 就不把本小姐放在眼里 我要告诉爹爹 把你发卖了 一个不受宠的小姐 竟然说要把我卖了 你放肆 爹爹 爹爹 你快出来啊 爹爹 叫吧 叫吧 叫破喉咙 相爷也听不见了 苏姨娘就是这么管教下人的 明知道大夫人生产 却把我爹囚禁在这屋中 难不成你要让全天下人污蔑我爹 宠妾灭妻吗 在京城所有人都知道 相爷只爱咱们二夫人 喜欢二小姐而不喜欢你 要不是你背后有什么秦国功夫 在相爷都不会看你一眼 你胡说 我爹只是不知道怎么表达而已 实话告诉你 在娶大夫人之前 他就跟我们二夫人好上了 住口 你这狗奴才 这也是你可以议论的事情吗 滚 爹爹 娘亲刚给爹爹生了个儿子 是吗 走 看你弟弟去 爹爹不是和姨娘在一块吗 不叫上姨娘吗 是啊 先前他明明还在 算了 不管他 本相终于有后了 走 看你弟弟去 哭吧哭吧 一会儿就哭不出来了 少爷 少爷 那可是相爷唯一的儿子 嫡子 嫡子 相爷的儿子 自然是由我来生 等我当上了夫人 我生的孩子 就是嫡子 这个小见证 明早相爷醒来自会发现 夫人给他生了个死胎 夫人自斥对不起相爷 伤心绝望之下 血崩而死 大小姐已经去叫相爷了 相爷马上就来了 那也要看他醒不醒得过来 宋平 相爷怎么醒得这么快 你 你在干什么 相爷误会了 我只是 我只是 夫人生了 来看看孩子 沾沾喜气罢了 你还敢狡辩 相爷 我肚子疼 我好像要生了 娘 为了让苏萍 在父亲面前露出马脚 委屈您 刚生场外 还不能好好休息 娘没事 就是心疼你 又帮不上什么忙 清楚 把苏姨娘调包的孩子 送还给她生母 另外 再给她一百两银子 是 娘 你好好休息 我都要看看 那苏姨娘到底能生出什么东西来 夫人 怎么这么久还没出来 爹 你别着急 娘不也是生了好久 才生下来的吗 我去看看 不知道我的好爹爹知道他没有婚姻 会是什么反应 过磨吗 孩子到底去哪了 这都好几个时辰了 姨娘别急 下面的人已经去找了 应该马上就回来了 咱们呢 都提前安排好了 绝对不会出现意外的 这相依旧在门口 要是等不急破门而入 那可就完蛋了 孩子呢 孩子呢 孩子被产婆抱走了 本像一直在门外 根本就没见什么产婆出来 苏平 说 到底怎么回事 相爷 我们的孩子没了 没了 老爷 我们的孩子生下来就死了 我怕你看了伤心 就派人去处理了 相爷 我们的孩子不法 没能活下来 平儿别哭 我们还会有 夫人 夫人 那个孩子找到了 找到了 相爷 我也饶命 我也饶命 相爷饶命 相爷饶命 这不关我的事啊 我只是 方便行事啊 我完到时要看看 幕府今天会有多热 说 到底怎么回事 师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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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出去 找个孩子 说是 要生孩子的时候用啊 闭嘴 闭嘴 你这狗奴才 竟然敢污蔑我 苏平 苏平 你要干什么 说 你是不是想随便找给捡来的 代替你肚子里的假孩子 相爷 我没有 您可别着急 苏姨娘可是高生了孩子 生起居弱得很呢 你说 她到底有没有怀孕 跟我说清楚 说不清楚就要了你的命 相爷 你饶了我吧 这一切都是苏姨娘的寂寞 相爷 你别听这老奴胡说啊 那这也是胡说嘛 这 你不是说她死了吗 这 这 这想饶命啊 是她 是她派我去杀木大小姐的 你 你 你们 我让你再也说不出口 这个疯婆娘 来人 给我拉下去 狠狠咱 把闹死为这 昨夜我收到了消息 苏贵妃投靠了皇后 你先前得罪了苏贵妃 她或许还会出手 怎么这么不小心 本王有最好的烫生料 锦娘 王爷 没事 只是烫红了而已 对了王爷 苏贵妃是不可能投靠皇后的 此话怎讲 苏贵妃无子 又是宠妃 投靠中宫是最顺理成章的 因为苏贵妃有儿子 你知道你在说什么 众所周知 苏贵妃的孩子 再一出生就死了 不 她的孩子没有死 而且是个男孩 就在几位皇子当中 苏家的势力太弱 她想要孩子平安健康长大 她就跟其他贵妃的孩子 调包了 十四皇子 没错 就是四皇子 当年赵德飞跟苏贵妃同时产子 又都是儿子 所以她弄死了赵德飞的孩子 把自己的孩子调包了过去 怪不得对四皇子那么好 没错 所以苏贵妃是不可能投靠皇后的 除非她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这件事苏贵妃是绝对不会经意泄露的 你又是怎么知道的 重生的事 要不要告诉林依晨呢 算了 你不想说就罢了 松英杰和牧丞相那边 你打算怎么办 松英娘现在那边已经解决了 不过 要彻底扳倒牧伯远和松英杰 还缺一把火 这简单 松英杰和牧伯远私下通敌叛国 书信早就被我接获了 原来前世 通敌叛国的是他俩 奉天承运 皇帝诏约 牧伯远沟通敌国 证据确凿 斩 这通敌的事 显然也有你送迎结议 锐王 求你放过我 如果让皇帝知道了 我会掉脑袋的 你们要什么 我都答应 我都答应 我想见我的好妹妹 英杰 如今我已无敌可战 如今幕府落得如此下场 那么 你和你的孩子 依然也是留不得了 不 不要 喝 喝 去死吧 姐姐 救我 你知道我为什么留你一命吗 是因为我想亲手处击你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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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王府满门抄斩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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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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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你荡漾 风月为你痴狂 谁为你无息时光 等地老等天荒 等梦天再回望 笑看所有藏乡 日子只手不负思量 得 这场戏肯定没有什么事了 收工